高雄港78号码头最近出现了货柜车大排长龙的情况 发出的噪音更是让附近的住户受不了 因为呢来领货柜的这个货柜车司机 至少得要排队四个小时才能领得到货柜 长时间的等待让司机越等越不耐烦 所以大按喇叭让住户也哭不堪言 大型货柜车一辆辆排队准备进入高雄港78号码头 除了通关处有两三辆车之外转个弯抱圈也不断指挥 准备要进去领货的货柜车 现在看似井然有趣的景象 其实前几天可不是这样 卡卡不沙沙 什么 车太多 你当话不啊 一卡整个都平均四五点钟四五点钟 大概两三公里吧 是你跑车以来塞最长的 对啊对啊 有没有下到 有 平均一天有东西可以走十几座来 会造成大塞车 全是因为台湾快危 日前撤租两座码头 接手的韩国韩晋公司因应不齐 因此造成塞车塞到两公里长 其中就有司机越塞越生气 喇叭鸣笛声按得不停 可让附近居民实在好困扰 就是很那个很刺耳 就一直煮塞 喇叭按喇叭一直按一直按 分炒就这样子 所幸海运公司是慢慢上了轨道 让塞车情形是改善了许多 也让附近居民的生活 终于能够逐渐恢复正常 民事文真相陈嘉祥 高手时报道